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很多人减肥的时候都认为说要减少脂肪的摄取 但是欣欣有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真正我吃这个全脂牛奶或是全脂奶粉 它反而比较容易减肥 相较于这种脱脂或是低脂 有这样的说法吗 对啊 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但是的确是有这样子的研究 就是瑞典他们让人家去吃 就是分两组 然后一组去吃黄油或是奶油或是全脂的奶粉 那本来想当而觉得说 这一群人应该会比较容易肥胖 结果做出来研究并没有 那欧洲也有研究发现 就是说有的人他吃了全脂的牛奶之后 他的肥胖的比率并没有变高 那国内好像也有类似这样的研究 那我知道专家有人分析就是说 因为可能我们身体里面对于一些基本的营养素还是有需求 那你满足了这个需求之后 他就不会再需要更多 那如果你给他低脂的牛奶的话 他可能觉得不够不够我就会吸收更多 对 不过这当然就是有研究的结果跟说法 那针对一些高危险群 我们可能还是建议他要吃低脂的牛奶比较好 营养师这边有要补充吗 是啊 是啊 其实现在有关于低脂跟全脂奶粉的研究是上次蛮多 像我之前还看到欧洲有个研究是说 现在女生不孕症的问题 有可能是跟过度脂肪过度摄取太少 就是吃太少 就是你脂肪 就吃不够就对了 对 你脂肪吃不够的时候 它就影响到你女性荷尔蒙的一些制造跟分泌 所以他这个研究的结论是鼓励就是说 就像欧洲女人不要再减肥了 你可能要吃一些全脂的牛奶 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脂肪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人的体质跟状况 那这边我想要请教一下营养师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每次一喝牛奶他就会容易腹泻 好像有类似乳糖不耐症的这个问题 那我想请教他 大概要怎么样去选牛奶比较好的 好 乳糖是这个牛奶里面特别的糖 那我们肠道里面有一个酵素叫做乳糖酶 或是乳糖分解酶 那他专门是来分解我们牛奶里面的乳糖 然后来当这个能量的来源 但是有些人可能先贴他的乳糖酶的这个含量比较少 机能比较不足 所以等于是他喝了牛奶之后 他没有办法去分解这些乳糖 那乳糖就在肠道里面堆积 然后水分就会增加很多 再滞留 然后就造成腹泻 对 那像这类的问题的话 有几个办法 就是说你可 那如果真的还是很怕的人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这种低乳糖的牛奶 或是改喝优酪乳 因为优酪乳的话 它的乳糖会被分解掉一些 那所以量也会比较低 所以可以适用适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 就是乳糖不耐症的人 可以选择这种优酪乳 或是低乳糖的一些牛奶 是 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有没有哪一些的食物 是不能跟牛奶一起做搭配的 因为牛奶本身是一个 钙含量比较高 然后里面又有蛋白质 那钙跟蛋白质 的确是会有一些食物 会比较容易会有解抗 比如说你可以看就是说像糖 你糖跟这个蛋白质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常讲的什么 焦糖有没有 那事实上也就是有点蛋白质 然后跟一些糖 然后在一些加热反应的时候 它会产生糖胺产物 那这糖胺产物事实上就是 食物的颜色的一种改变 然后这些糖胺产物吃太多的话 会造成我们现在有老人痣症 也可能跟它有关 还有皮肤的蜡黄 皮肤的黄 也可能是跟它有关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糖是一个很关键的 所以现在比较健康的饮食 是建议少用糖 对少用糖 然后像果汁跟橘子 这类应该是酸吧 酸的东西的话 的确是会让蛋白质变性 那就会产生凝固的这种现象 所以说像你看 有人会做西瓜牛奶 有人会做什么草莓牛奶 这都是比较甜一点点的水果 比较少会有做橘子牛奶 因为它毕竟是酸的 比较不适合跟牛奶搭配在一起 好那巧克力或是像咖啡 这类的东西事实上 它本来就是含有一些草酸 那草酸在 就是吃到我们肠道里面的话 它本来就是会跟牛奶里面的钙结合 形成草酸钙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那草酸钙的话 就是它会从粪便里面排泄出去 所以这个倒是不用那么担心 对 所以如果说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有一些我们房间卖的这种 巧克力牛奶 或者是说甚至有果汁牛奶 其实会不会这样子组合也是不太好的 对一般来讲的话就是 当然我们都鼓励 如果你要喝牛奶 尽量吃喝鲜奶 减少一些过度的调味 或是增加热量来源 因为你加巧克力加这个 果汁 对果汁 它里面就是糖分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喝鲜奶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就是鲜奶 你不喜欢喝 你就完全排斥鲜奶 那我宁可你去喝调味乳 因为至少你有补充钙质 所以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 选择最适合自己体质的一个牛奶 才能够健康摄取它其中的营养 我们今天很高兴谢谢营养师 谢谢欣欣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 下次见